妈妈说她就是做了这个出来 就拿到了那张纸 等萱萱打败了小怪兽 妈妈会做更多发料的送给萱萱 为了萱萱 她一直都在努力赚钱 又拿了时间去谈戏后 等推戒会结束 就跟她道个歉吧 来 来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需要您再考量一下 做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宋总 合作愉快 谢谢你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已经订下来了 然后在场的各位 到时候欢迎来到一块了 杜珊 我今天应该回不去了 孩子们 宋总 你放心吧 孩子们呀 都很好 这几天思乐除了在电脑前的时间 都在照顾孩子们 孩子们呀 也都很乖 你安心工作就好 他好像真的很珍惜现在这个家 那我现在的做法 对齐思乐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清醒了 把你手机给我 凭什么 这个是给孩子们买的定位手表 在你手机上装上软件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定位 记得给迅轩和程杉带一下 手机 这下了 应该一会儿就装好了 那个是 今天推介会不一起去吗 去 那就赶紧把衣服换了 一会儿下楼失血 这下楼失败林集团推介会 将于十分钟后开始 这么了解我的尺寸 走吧 还挺细心 你 开手吗 不是你说 随时随地都要保持状态吗 现在我是在配合你 谢谢啊 不客气 你怎么又和浩宇在一起啊 她是来参加推介会的 我们赶时间 话还没说完呢 齐斯勒 你凭什么在这儿 没想到你这么死缠烂打 先是讨好晨晨 又去浩宇家讨好爷爷 浩宇都给你解约了 你还填不知是来推介会 我刚才不是说过 她 我是推介会的策划人 也是宋浩宇的妻子 你说我凭什么 什么 老公 怎么有关于你的 我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宁宇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是罗 你 稀过了 我这叫专业 专业 对 专业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茂林 这一次的招商推介会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太太 齐斯勒 她同样也是这一次推介会的策划人 我和茂林都非常感谢 茂林在业界的口碑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但我听说 有人说茂林老了 有人说茂林的辉煌是属于夺天的 作为茂林的掌控人 我要为她开拓潇新的航线 所以今天 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 逢场作戏 你 跟皓宇演戏 很过瘾吧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老公的发言快结束啊 请你让一下 老公 你不会入戏道以为 你们的婚姻是真的吧 我们的婚姻是是是 再见 徐思乐 二十五岁 大三辍学 前蓝底广告公司AE 月收入常常不过万 这些不需要你告诉我 皓宇比你更了解 可我比你更了解她 她娶你一定也有目的 那也好过你身上 连她想要达成的目的 都没有好吧 没有 你少在我面前得意忘形 说不定皓宇只是想给晨晨 找一个保姆妈妈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怎么 被我说中了 嫂子 佟总也在 听说皓宇结婚了 来凑份的 转账就行 闭嘴吧 哪儿都有你 她那人脾气就是冲 尤其知道皓宇结婚了 气不过罢了 谢谢你 皓宇那边快结束了 咱们过去吧 好 你那个朋友今天没来啊 这是茂林的推荐会 我朋友为什么要来 对对对 那个 想问嫂子点事 你想问黎兴 有意见了 闭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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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